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复习一下 大大妈来进来复习一下 第一版是我们是有L型柜的 就是有中岛的 这边有个中岛 对 那中岛里面可以放得下那个马桶 行动马桶 可以放得下一个30公升的冰箱 那那是第一版 可以有冰箱 可以有行动马桶 所以这是中岛的好处 那当然有了中岛以后 后面的距离就可以占用掉 一个30公分左右 好 那第二版呢 第二版的话是中高贵 下面那个东西的高度 中高贵 就有点像缩小版的海力士 像Ocean啊 或是像马可波罗这样子的概念 然后前面都是空的也没有啦 对 对 好 那这是 第三版的话 他因为想要睡三到四个人 然后他们家有比较身材高的 但是就算高的话 他就是两个门之间最长的距离 可以到170公分 所以他想要有水槽 也想要能够横睡 那太太呢 或者其他人呢 就身高没有那么高 后面到158还可以接受 所以他们就是主要是想要去睡 横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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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想要这样 横睡是什么 想要这样 家中最高是170 170多的也有 你他说我一样180 我们老板娘是号称180 实际上是152 好 那 那我们 刚刚大大妈在解释这个时候 就可以听出来 其实客人来这边的时候 我可以大概知道 他们来的时候先提需求 你就会开始规划 是 对不对 你就知道说你需要的是什么 通常我都会先问 一起出去游玩的人是几个人 要睡几个人 把这最主要的 把它先定掉以后 我们就比较好推荐 你要哪一个版型比较合适 对 然后 再来就是规划嘛 对不对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是第三版的那个 横米亚改装 是 他是属于 横 横 这个 横边柜 这个 所以算是低柜的 低柜 但是它是一个L型的 是L嘛 对 L啊 你的L是側 我们的L是这个 哦 L是这样 那你這要怎麼稱呼它 其實我們就稱為矮的邊櫃 矮的邊櫃 矮邊櫃 矮邊櫃有一個好處 它就是可以跟我們的床 床椅做結合 做結合形成一個平面 那那個也還是需要一個三公分的一個墊子 床墊 所以那邊還要再做床墊就對了 對 應該有啦 陳姐應該都是一條龍服務都有做好的 對啦 你們有什麼沒做嗎 沒賣車 車還沒有賣 車 最近那個Thomas要買車的人還真多 可以來找你喔 我正在考慮 沒有啦 我們就要找業務來這邊現場簽約 其實我們這邊也可以做所謂的一條龍服務 對 因為其實現在說真的Thomas你到哪裡買 價格都一樣 都一樣 因為業務的空間實在不大 非常的少 那 那你如果再砍業務的獎金沒意思 因為我們買這台車是為了改裝露營車 對不對 基本上是覺得找一個服務好一點的就好 是 我認為也是 好不好 服務比較重要 OK 對 對 有時候價格喔 砍到 骨折 骨折結果服務不好 那就乾脆算了啦 我寧願花那年小的 買服務 買服務 好 OK 那開始介紹吧 我嗎 裡面 裡面有什麼啊 對不對 裡面喔 基本的 剛有的都有啊 你看來 它的水槽也是定做款 完全不一樣的喔 對啊你來看看 它的水槽 定製款喔 而且 神奇甲水槽都特別深 最少到8公分 對 這個比較寬耶 對它這個比較寬 對 然後直接是 對那個 水龍桶 基本的 刷牙洗練 這裡可以解決 這樣坐著 坐著OK嗎 如果把它變成 坐著 你現在是蹲著啊 那如果把它變成 椅子的狀況下來 坐著 刷牙洗練 你說坐著喔 演練一下吧 對不對 車上怎麼刷牙洗練 不過我覺得這台 好可惜喔 沒有做轉向 你說它的前面嗎 對不對 大大媽它沒有做轉向 我們已經有解決方案 我們應該介紹它 做轉向 這個 可以轉向吧 可以 只是還沒做 想要做都可以來做 是 是後吧 這裡啊 這走盒不能刷牙 可以啊 超方便的啊 然後旁邊還可以封過去 旁邊喔 嗯 放手工 刷牙洗練 因為它這個下面是 電氣室 這下面 讓這下面全部都電氣室 可能它開左邊才可以 沒關係 另外一邊那邊都是電氣就對了 對這邊全部都是電氣 它等於是這個側門都是 電氣室 然後打開它 維修什麼也很方便 很方便就對了 OK 好 因為它這台車是八人座 嗯 所以你就是兩張例子 問一下大大媽 它這個頭枕 不要拉開 是不是應該也是可以的 那不能做吧 可以延伸 如果不要拉開的話 它的床前面 要 要拉出 對 它也沒有 前面也沒有那個 是OK的啦 床面會變很大而已 對啊 你就讓它去 不用不用用啊 知道嗎 就讓它 全床面 全床面啊 對啊 我們之前其實有拍過一台 它一家四個人是睡的 然後它是全床面的 是 它就是 一張椅子如果連上頭枕的話 是120公分 所以它變成兩米四 所以就有一個 它就跟我們訂了兩米四的 特別訂製的大床罩 嗯 石墨西的大床罩 有夠寡的 有夠寡的喔 因為你上面還有開著冷氣啊 雖然外面下著雨 難得今天老闆娘化妝啦 幹嘛這樣 因為 你知道毛不停停的 上班 我一下工就來這了 很好 那個 床罩 那個床罩 橋箱的高度 喔 OK 欸 欸 這超大的 你看 兩米四 它連前面都不用做都可以了 是 好像很可以啊 對啊 欸 這個可以滾來滾去的啦 這裡不是啊 它說這裡睡那個 比較高的那一個啊 然後那裡還可以睡 兩個 可以睡到四個 這裡還可以睡一個小本 老闆娘試睡一下 橫睡 嗯 可以啊 五十一百塊 那邊沒問題 最小距離都OK 齁 嗯 好 好棒 欸其實它如果前面那一張 改成關轉椅 前面又可以睡了 啊 對對對 對不對 它前面不用改看看 改旋轉就好 兩張都可以選 就兩張都可以選 是 喔 OK OK 那它這樣空間很大呢 它旋轉過來的話 前面那個水槽那個櫃喔 剛好有一個桌子這樣 跨在那裡 是非常好的 非常漂亮的一個空間 可以喔 那我可以問一下 啊這一排呢 這一排是置物櫃嗎 這一個是電器 喔電器箱在前面 這應該是置物櫃 就是一個置物櫃 這邊應該都變置物櫃吧 是 這個置物櫃的模式是那個 喔 這裡沒用 因為它這裡是輪壺啊 因為它是一個比較機型的一個位置 所以我們不破壞它原廠的那個 任何的連結 所以我們這樣子先開始 我用磁鐵的啦 來給各位看一下齁 因為它這個沒辦法 來順便看一下齁 他們的工法 他們就是 只有用鎖點而已 對 都是用鎖點 你看下面這個也都是用鎖點 那上面這個是做吸鎖 對 看似簡單的工法齁 但是這個準確度都要很高 是 才要不好做到這麼漂亮 你看這塊板子 你看這個菱角 要做到這樣 要修到這樣 不好修耶 你不是用電腦切割的嗎 對 打板之後做電腦切割 是的 那前面那一塊應該也是嘛 是 對 那也是 你看 你看連它這個邊邊 它都把它修成這樣 喔它有做做一個那個 反充的 嗯 沒有辦法 因為它這個零邊太多了 一方面也是消除異因 對啦 對 有些人是用打膠的方式 但是 我比較 我打膠就沒辦法拿起來啊 對啦 有些人是邊跟邊之間會做打膠 但是這種是不行 有些人是打在這邊啊 打在這個旁邊這裡啊 嗯 因為我們是想說 這個地方還是保持它的靈活度 所以我們是靠 靠這樣子的方式把它給串連起來的 嗯 對啊 它這個開車也不會那個啊 不會有聲音啊 所以這邊還要再放那個 一個墊子 三公分的墊子 我們這個墊子 這一次還特別問了 問了這個車主 想要什麼顏色 因為這車子呢 它基本色調呢 是 上面是灰色 這個椅子又 為了搭配前面的是 黑色 所以它整個你看 包括它的側面都是黑色 所以它選了一個非常 呃 明亮的白色 非常這個原木色系 所以我就說 這個墊子該什麼色呢 最後我們留給 把這個 跟提案提的 一個是白色 一個是米色 嗯 白色是配合它的櫃體 一個是米色系 還有另外一個是灰色系 結果最後客人是選擇了灰色系 灰色系跟這個黑呢 搭配呢 是比較還可以的部分 因為它上面呢 也還有灰 所以這個灰呢 搭起來也不會太突兀 嗯 又不會失掉它原來的那個櫃體的 想要給它 轉換了一個色調的感覺 是 所以我們有時候 這一類的情形 也是會跟客戶 保持一個 彼此都可以一起 溝通協調的一個 設計的部分 幫它想 但是還是以客為尊 對 也尊重客戶的想法 對 到最後還是以它的意見為意見 是是 OK 好那 這次有桌子嗎 這次有桌子 會有一個邊桌 在那個 在那個 那裡而已 洗手槽那邊 一樣是你們的 是 OK 那你要做成什麼呢 對坐 好啊 來對坐一下 上次有人在我們的影片留言說 可不可以聽他們 那個冷氣的聲音 因為我們一直強調 我們上次在拍那個 Time S的時候 一直說齁 這台冷氣是很小聲的 那其實 Time S上面的冷氣 就跟這台一模一樣 這台一模一樣 那你走進哪一點 沒有 我們等一下把它關下來 喔 所以你要走進來拍 對 那我們把後門 後門關起來 幫我把門關起來 OK 好 那我們把後門 我要關起來囉 來大大媽 好 聽聽那個自家冷氣的聲音 我們要坐這邊 很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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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比較適合 大樹來做 我們先 沒有我們先關一下喔 那天好冷喔 很冷 很冷 熱門的好處就是 會自己吸 對 那個會 一分錢也是一分貨 它比較過耶 這台車 我們的溫度計 是在這邊 因為我們是利用這一個 來控制它 這是一個無段的那個調速器 算是可以讓這台冷氣做 緩啟動的一個重要工具 因為我們這種 速車冷氣它有一個 很大的缺點就是 它每次一開機的時候 它會滿載啟動 對 一般是這樣 那 裝的這個最大的好處就是這樣 就是為了讓它節冷 會比較省電啊 意思是這樣吧 省電是其次 最主要是噪音值的問題 因為 所以它會 也會影響到噪音值 對 當初設計這個東西的時候 是因為早期的駐車冷氣 非常非常的吵 你看我們那個還有 沒有很吵 超吵 對 那個跟站車差不多 你想想看啊 你把車子停在 露營區也要 或者停在 車伯的地方也要 你隔壁的人 隔壁不能有車 不然它會很可憐 對 你在車內很爽爽 它在車外 Always 沒錯 你看你那個冷氣一啟動 就 然後它會慢慢下去 對 你看這個噪音值很可怕 真的很可怕 在旁邊的人都很可怕 尤其是越早期的產品 是這樣子 沒錯 雖然到越後面的時候會越好 但是喔 他們的程式還沒有寫到這麼好 所以 你看我們台灣人很聰明 還有多設計的這個東西 對 那個小詹 對那個小詹跟 Kevin 他們寫出來這個東西 但是在 其實在市面上 也有其他人寫 他們只是用一個按鈕去控制而已 那個按鈕 它只是單純讓它做 還啟動 就是最低的啟動而已 它整個是控制一個鍵而已 但是它這一個有一個好處 它有兩個功能 它一個叫做 自動功能 一個叫做手動功能 是 對 老闆娘你看一下現在是幾瓦 耗電 幾瓦 那邊有嗎 287瓦 287瓦耗電 對不對 很省啊 很省喔 對啊 比我的ZEO Play還省 ZEO Play其實是很省啊 來 我給你看一下可以讓它的瓦數更低喔 來 你有沒有看到變100多瓦的 我們只要調這一個就好了 像這一個 等一下喔 好 我們這個 它是5.1 它現在是 它現在調的齁 它是屬於自動 那我們把它調成手動的 它一閃一閃有沒有看到 這裡有一閃一閃的 所以你現在把它改成手動 手動 我把它調低一點 聲音馬上就改變了 好來 它這台的最低值是4.3 聲音是不是又更小了 嗯 假設來講 我們今天 什麼情況下要調到這個 這個 當你 當你裡面的時候 因為 因為大叔跟老闆娘 我們 周周在外面側播 所以我知道現在外面的環境是怎麼樣 什麼情況需要用到手動 什麼情況下需要用到自動 假設來講 我們現在來到一個 定點 然後 這個時候溫度不會很高 也不會很低 但是我希望我裡面要有 很舒服的風 但是又不是送風 所謂的送風就是它沒有冷媒 它沒有冷氣 我希望它有冷媒的作用 然後又加上有風 這個時候就要調這個最低段 手動調整 對手動調整 然後調到 看你當時的這個設定多少 有些人是設定4.3 有些人是設定4.1 那基本上 這個都所謂已經變成是五段的 那你早期可能只有五段七段 或者是怎麼樣 那現在是五段的 所以它每一個接是不一樣的 你看 4.4 有沒有 聲音是不是又變大了 好 目前是最小 你看 170瓦 還可以再更多 你看 幾瓦 166瓦 它才166瓦而已 165瓦 165瓦 166瓦 對啊 上下跳很正常 287瓦 對啊 剛剛5.1瓦是287瓦 那我把這個溫度再調高一點 你再看一下 調高喔 有差嗎 沒有差 一樣是100多吧 對啊 最主要是你那個調幾段 那你再看 馬上 91 92瓦而已 對不對 是 對啊 90幾瓦而已 只是 快要比我們的電台還省電 電台是80 來 來 來這邊摸一下看看 看它是送風還是 還是有帶冷氣的作用 有帶冷氣的送風 喔 有啦 有冷氣 是屬於一種涼風 對啊 應該就是一種冷氣的 我們沒有我們已經把冷氣調到最小最小最小 啊你看才 幾瓦 90瓦 不到100瓦 92瓦 而且聲音好安靜喔 跟我們的電熱台差不多 好我們現在都不講話了喔 夠小了吧 好像沒有動的感覺 對啊 而且它有沒有 供應 我知道它是很溫的一個概念 對 你溫度在這種狀況下 它根本就不用再去啟動 所以它下面就不會有那個共鳴車 因為 車如果你那個 它會有啟動很大聲 它下面的共鳴車 完全不會有聲音 就調這樣就好了 夠小了吧 而且這樣很省電 真的這樣如果出門300 可以用個三天耶 超省電的 對啊 很省電耶 比大金還省電 真的喔 所以大家有一個迷思齁 大家都覺得大金是 大金是最省電的 可是現在事實上 其實 人家對岸進化很快 然後 然後我們家台灣人 黑科 黑科技 黑科技 也超強 對 真的 這樣就不省電了喔 再多看一下幾瓦 來拍一下給各位看 來來來來來拍一下 不要講說 來來拍一下 不要說我們只有什麼東西 幾瓦 九十幾瓦 對 欸 很穩定耶 就是九十二瓦 就是差不多那樣 沒有低於九十一 就九 九二上上 九一九二這樣子 跳著跳著跳著 這風聲真的很舒服 對啊 你不會覺得太難 原來你最近常吹的就是這個溫度 我最近就是一直在研究這個東西 原來我們這幾個禮拜出門 你就那邊東搞西搞都在搞著搞 對 我就是想說這種東西 我們要把它應用到你的車上 對 沒有我們家車什麼東西 我們家車都是 先裝過來試驗才能有辦法跟大家分享 對 對啊 沒有體驗怎麼講的出口 對 上次我拍一拍之後 我發現講不出來 然後 然後後來我來想說 因為我沒有用 沒有實際用 因為裝在別人車上啊 我們只要這個技術 可是事實上沒有實際經驗 所以這個黑科技也是必須要 透過不斷的練習 試用 使用 才會有 找到一個最佳的模式 我們這個是 手動的模式 然後我們就是把它調到最小 最小是為了要省電的作用 那它的那個壓縮機 它就是慢慢慢慢維持這樣子在那邊啟動 然後最低的耗電 那一個 欸等於是一個小時啦 嗯 一個小時大概不到100 不到100 不到150瓦吧 對啊 那我問你 你一個晚上 如果十個小時來講 才900瓦 耗掉點多就是 80A的耗電 這是持續的 嗯 嗯 差不多 80A差不多 我們這兩天 80嗎 780 780嗎 對不對 而且你看 這個 300A就可以三天了 對 不然就是用不到天亮 然後大部分的時候 第二個晚上 我們就會 非常非常沉的去用它 對 一般都這樣 因為以前 那個 冷氣比較好多 所以我覺得現在的冷氣真的是 越來越厲害 嗯 做得越來越 強 重點 安不安靜 很安靜啊 你就近的拍它啊 好那我們 我們現在是沒有帶分貝機來 來那我們把它溫度調 再更低一點 讓它啟動好了 這一個 來注意看喔 開到最大 聲音給各位聽一下 這就很像我們的 全速啟動 蠻載啟動 以前我們家聲音就這樣 我們聲音比這個還要大 這共鳴聲啊 因為共鳴聲很明顯 這邊啊 有沒有 對啊 地下的共鳴聲很明顯 因為它是蠻載啟動啊 對啊 因為沒辦法 你的壓縮機是 裝在你的車底下 那不管怎樣都會啊 那你說 那你說冷氣 它會沒聲音嗎 不可能 你看我們開到最大 你看現在的耗電是多少 來看一下 很高耶 你不會高嗎 700多瓦 哦 就是剛啟動的 滿快啟動的 那我們早期的冷氣沒有裝這個東西的時候 不好意思喔 你一開始打開的時候就是這個聲音 對 然後它就會慢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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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變小聲 但是我們以前的孩耳是從頭到尾就是這個聲音 它會這樣子 然後它會降低 然後它過個十分鐘它又會啟動 對 然後又停止 又啟動 還好我很好睡 它就是反反覆覆啟動啊 對 因為它裡面當它到達一定的溫度的時候 它就會停止 全部都停止喔 對 然後它覺得溫度過高它又 又啟動 又啟動 然後又是這個聲音 對 但是比這個聲音還要大 對 比這個聲音大多了 然後共鳴一下 還好我很好睡 哈哈 我現在很強 還好我老闆娘很好睡 因為我們 我們以前有一個治理名言啊 就是什麼 你寧願要被吵醒還是被熱醒 我寧願吵醒 我寧願它吵我也要好好睡 因為吵到最後的時候 變成白噪音嘛 但是啦 我們今天講一個 如果現在的冷氣可以又安靜 又有冷度 又不會吵你 那你要選哪一個 對不對 不過我們還是要講回來 這個聲音 在你的車上還是會出現 什麼情況下會出現 來 當你這台車停在 一個大太陽底下 然後很熱的狀態底下 對 你室內你不管怎麼調 不好意思 它都是滿載啟動 因為我室內要維持25度 我可能就需要滿載啟動 對 不過我有另外一個發現 嗯 有裝自鎮店 還沒裝自鎮店 聲音的承透力是不一樣的 還是有差喔 這部剛好是沒有裝自鎮店 喔真的喔 所以有差喔 對不對 所以還是要裝 嗯 這個紙裝 隔一面 底部 底部 紙裝骨部 它這個共鎮的聲音 是一個 是一個全體的 它只有裝底部 嗯 難怪它我們這邊 共鳴聲啊 我們的腳感受出來 對 我們那台T貨也是感受得出來 因為 這個沒有裝 我們的T貨都沒裝 對 我們的T貨都沒裝 我說我們兩個那台 都沒裝 只有裝底部 就是地方是沒有的 嗯 因為聲音是一個環繞的一個狀態這樣 當環繞音響 啊 我就反正用來習慣就好了 好 我們出來外面聽聽 外面的聲音到底是怎麼樣 就還好啦 比我們聲音小 比我們聲音小 小粉絲 跟我們現在這一台是一樣的 對啊 因為我們是裝這個牌子 OK啦 可以啦 不會吵到隔壁 欸 如果隔壁沒有在車上會吵到 如果它是搭帳篷的 如果你這個旁邊是一個 搭帳篷很會啊 還是 但是 你有秘密武器 你可以把它開小聲一點 對啊 你不用需要 現在有秘密武器 不需要這麼滿長 OK啦 好啦 大概就是這樣 它還有太陽能對不對 有 兩片的要 兩片的 它是六 六十 MPPT 而且 而且 說真的 這個龜米亞這個上面是沒有 沒有那個什麼 沒辦法做那個車頂置放架的 沒有鎖點讓你做 你知道 你知道 你知道做這個鎖點有多難嗎 你要仿原車的方式去做 你要把這個 這個東西啊 全拆了 是 你才有幫我去做鎖點 是的 對不對 對 對 所以 有它的難度 來我問一下神姐好了 嗯 如果人家龜米亞來你這邊的時候說 你可不可以幫我做那兩隻很敢你要做嗎 只有兩隻的話實在是 有一點 辛苦 你覺得這兩 做那兩隻花得來嗎 嗯 老實說 那個工資是不好 所以你整個天空卸下來 而且對於廠家來講 它有風險 對不對 上面的配電啊 你要全卸之後 還要再鑽孔 鑽孔還要做防水 然後再把那兩隻很敢鎖上去 所以它是很耗空的 是的 所以有時候我們不要看說 啊你只有裝兩隻很敢 為什麼要收我那麼貴 如果以海力士來講 它就是鎖上去而已 是比較簡單一點 對不對 但是以龜米亞來講 它的工資非常的複雜 是 對不對 所以做Brendia的話 讓新年準備 它還是會在做收工資的 謝謝 好